大家好 今天又来看网球比赛了 今天是跟绿队 是跟州府那边的一个队 它们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学校 先带你们看看我们这儿的蒲公英小花 这个是我们东北部的一个特色 一般到4月中旬 4月中下旬 还有到5月份 这个小黄花开得特别漂亮 它这还是剪了 我都没有剪的 而且政府还说 让我们每年不要那么快的去剪这个小黄花 因为这个黄花它对于蜜蜂 蜜蜂特别喜欢它 你要剪了之后 说现在蜜蜂都快就是很少了 快灭绝了 因为人们总是 就说也不知道为什么 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小黄花 他们剪草 他们可能也没事 成天剪草 像我们家比较近的那位老太太 她怎么那么勤劳 她天天 我看她好像是天天都在那剪草 她可能是当体育锻炼 她可能对我特别不满意 因为我倒不是说懒我不去剪草去 我是舍不得剪这些小黄花 你看 因为每年我看到这些小黄花的时候 我的心情 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 这个是在过去在我们中国根本就看不到的 中国人他们去找 说去找蒲公英 就是挺费劲的 这找那找 但是我们这边到处都是 它这个东西的繁殖力很强 无论你是什么 包括那个什么 就是很硬的那种缝里边 砖缝里边它都能够长 我觉得挺好看的 有这小花 总比那种单一色的那种草坪绿色要好看吧 可能大部分人 他们人家还是喜欢 就是喜欢那个就是绿的 特别绿 像我公公把她那草坪搞的 里边一棵杂草都没有 都是绿油油的跟那卖苗似的 它放好多那个除草剂 其实那样并不环保 政府现在不倡导那样 但老年人他可能比较讲究啊 他要是这样子杂草丛生的 他就会觉得不美观了 但是还是自然正常生成的这种草坪比较好 各种草都有 尤其这个 尤其这些个小黄花 还有小紫花 就捡了去怪可惜的 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 就是美国家长的这个择孝观念和中国家长的择孝观念有什么不同 刚才那边就是叫家长来来看他们这个比赛吗 来看他们这个比赛 家长在那边呢 不多啊 上高中了 家长们就不像小学那么积极了 就有那么在那边 有那么十来个家长过来看了 刚才跟他们这个聊天啊 人就说我这个 我这个观念啊 我这个观念 择孝的观念 有点落后了 包括我先生也一直说我 他说你那个择孝观念啊 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 可以说传统的可以说比较过时的这个观念了 我们还是过去我们还是这个什么藤校啊 大部分中国家长还都是比较在乎说 哎我要申请一个什么这个 长青藤 是吧 这个 尤其是在我们纽约州的呢 都喜欢康奈尔 因为康奈尔吧 我其实总的来说在这些藤校里面 我还是最喜欢康奈尔了 因为他 尽管现在就说 普遍的这个社会被对这个老的藤校 对他们的评价不高了 说他们 就像我昨天视频里说的 为什么不喜欢他们呢 是他们不是搞这个 说他们招的学生就是 类似于工农兵大学生啊 工农兵大学生不就是 推荐啊 宝举去的 根据你的出身 尤其是不喜欢这个哈佛 他搞这个 就是等于是 就是什么权贵嘛 有社会地位的 还有有钱的捐款的 什么都可以进去 大部分都是那样 因为他说他很有钱啊 很有钱 他要了这些学生 家长都是大老板 政界名流的 或者能直接给他捐款 或者能帮他拉 拉这个赞助的啊 他当然喜欢了 他为了钱 所以说他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学生的 真正的这个学术方面 并不一定特别好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哈佛 我也说我不喜欢 哥伦比亚啊 哥伦比亚他 他没有哈佛的那种 能力 就是哈佛人家是拉 拉捐助 捐助还好一些 我觉得 这个哥伦比亚呢 拉不来捐助呢 他就 那个搞这个 这个无限的扩招了 哎呀 真是反正 哎呀 这个国内 这个美国国内的人吧 人家 比如说 过去他也算是名校 人觉得 一个是 他们对他不是那么特别 对这个品台效应啊 我觉得 这一点 我佩服人家 美国家长 他们 这个 就说不像我们中国人 那么崇尚名牌 我们真的是 在这方面 就是崇尚名牌方面 可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啊 你看那些旅行团 这两年差点了 应该是疫情来的 旅行的人少了啊 而且中国的 可能他这个经济啊 有点就是 不像原来那么 经济发展的那么红火 你像前些年 我就记得 包括我自己 那时候 就是买 刚来美国的时候 哎呀 买名牌东西 什么扣尺包了啊 什么 什么什么名牌手表了 什么这那的 我觉得现在回想一下 好多老 就是来这移民 很多年的华人 想想自己 过去那么崇尚的 名牌的那个 那个劲头啊 都觉得自己很虚荣 这跟年龄也有 也相关 一个是我们过去的 那个生活环境 大家就崇尚 一直到现在 你看华人 人家说怎么来 区别华人呢 就是华人 你看前边要是开那个 就是宝马奔驰的啊 好多都是都是华人 人美国人就是比较实惠 人就开一个他们美国 什么福特了是吧 还有道琪了是吧 就开这个本国生产的车 我刚才还说呢 我们那个车 就是那个奔驰车 这个这也是过去 我那个 还崇尚 这个车已经很旧了 快都快八九年 快十年了 我该说换嘛 换成特斯拉 这个观念 也是逐渐的 就是喜欢什么 是吧 喜欢 它真正的实用好的车 我还不再再也不追求什么宝马奔驰了 那个时候 十来年之前 那时候虽然也 不是说新来 但那时候还是也是 总觉得在中国可能开不起宝马奔驰啊 到美国之后 怎么也要买个宝马奔驰的 满足自己的那种虚荣心吧 但其实开上这个奔驰之后啊 我就觉得他这个他这个你说他的功能啊和他的技术性又比人家美国车强到哪去 强不到哪去最重要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修车的费用很贵啊 保养的费用啊 你要是一个美国车可能是保养一次几十块钱就那福特什么的哈 那个像美国的那个美国好多那个GMC那个什么 这这车们都是保养一次也就是六十块钱六七十美金就可以了 你这个奔驰你知道吗 保养一次都几百块啊 而且一修我跟你说稍微有点毛病 因为我这个老了嘛八九年了 快十年了 这个九年多九年多 这个就是肯定他会有一些毛病的 一修怎么就那灯那出现点问题 就人就要两千八百美金 他修车费用很高 而且呢他还得他很多配件啊 他都你都买不到 你要去别的修车店里边保养店里边你都买不到 你必须要去他那个奔驰那个售后服务店 那个售后服务 他就费用真的是很高很高的 所以说我觉得啊 你要是我现在是喜欢新能源汽车啊 就是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那家在美国的话 就是无疑就是特斯拉嘛 在中国可能你们选择除了特斯拉之外 你要觉得那个什么小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个 什么比亚迪啊更实惠的话啊 我不知道他们质量怎么样 更实惠的话你也可以买 我还是觉得这个新能源汽车挺好的 每天尤其是美国家家都有车库啊 在车库里装上一个充电桩 晚上你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去充上电 我看我们家邻居就是充上电之后呢 你就晚上因为他九点钟之后 好像就是电价就是半价了 你白天充电可能还贵点 那个费用就很低啊 最关键是可能新能源汽车 他这个电动车的那个就是维修费用很低 他的保险费用比较高一些 我就说这个这个这个名牌啊 除了车呀什么服装啊什么的 那时候我觉得咱们华人这点不好 那追求名牌包括这个择孝啊 刚才我说这个择孝 其实很大一个观念 我们说就是就是选择 比如说你说选择什么 这个长青藤过去老的这些长青藤 人人都希望进哈佛 觉得进了哈佛就无限荣光了啊 这个或者什么哥伦比亚呀啊 最起码我就是我还喜欢这个这个康奈尔 我觉得康奈尔刚才说 为什么喜欢他 其实我在现在的话 我也是呃那些个长青藤 有的呢就说没有特别 有的长青藤吧 没有去没有去特别的深入的了解过 你像缅因州的什么的 那些外州的啊 但是我在这个就是对于这个附近的这几个里边 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康奈尔的 康奈尔他挺注重这个学术的 因为你上大学 尤其是对于像我们是有男孩子的啊 男孩子的这种 他都是喜欢学理工科啊 是吧 学什么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 就是AI技术啊 是吧 还有这个机器人啊 是吧 computer science啊 engineering啊 他们都喜欢学这方面的专业 我觉得这个康奈尔 其实他这种专业 他在学术方面挺重视的 不像 而且他也不像那个 呃 不像那个哥伦比亚式的那么烂招生啊 就是谁来 你说国内那些的连二本三本都考不上的 只要你每年给他交八九万 他一分钱的助学金都不给你 就是为了证你的 你发现你愿意上学来 你就来嘛 你来了之后你就你就那个反正你就交学费啊 全额的学费 呃 然后人家肯定人家多招一百个学生 你想一个人呃 将近九万美金九万美金 再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费用消费的话 这个学生一年得消费十万美金 十万美金 你想人家多招一百个人十万一百万 那就是十万一百就是一千万 真不少呢 就是一千万美金了 但是康奈尔我觉得他无论从学术的重视方面来说 还是从这个 这个就说这个 助学金方面吧 他都是人家是比较公平的 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你要想像我过去就从来我都 我们家孩子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别的长青藤学校 我觉得也不适合 不是说你说人人想着那个 我觉得好多家长都那是哈佛不录取他 然后他还去告哈佛去 这个这个 我觉得哈佛他真的适合你吗 这个康奈尔吧 他倒是我觉得就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 尤其适合男生 他这个他那个酒店管理专业也挺好 就是我喜欢这些学科吧 这康奈尔都挺好的 因为我喜欢旅游嘛 旅游这个酒店管理 你像女孩要学个酒店管理也挺好 还有他那个农学院啊 他的农学院在世界上也是排进前三名的 这个工程学院就刚才说的这个 他的工程学院也不错 尤其是他那个农学院 就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学校里 现在呢 他们不怎么喜欢康奈尔 也是过去吧 就想学农学的都爆康奈尔 因为他的专业确实是好啊 但是吧 总的来说 就说我们还是有那种 就是爬藤的那个观念啊 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名牌啊 追求名牌的这种 这个在咱们在 毕竟都是在中国成长 那么多年是吧 然后在那个环境熏陶之下 对于这个名牌啊 就就就就特别重视 包括上学来说 有的你看他那个学生 他学那个理工科的 他也想着去报哈佛去 那哈佛的理工科不是那么好 哈佛他其实就是那些传统的专业 像哈佛医学院 哈佛法学院啊 他那个 就是 因为他400年前建的学校嘛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工程了是吧 没有什么computer 这这这个 这些科学技术什么的 所以他们最早就 那个时候他们几百年前 那时候对于美国人来说 也是能上个什么 什么也就是学个当个医生 当个什么当个律师的话 这就是高尚职业 而且是高收入的职业了 但是现在来说 我看这个医生啊 这个这个这个专业呢 以后逐渐的会被这个AI技术所代替了啊 这个有些医生可能都要面临着失业了 嗯 这个 所以我说学理工科的 你报哈佛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价值啊 这个 还有哥伦比亚呢 他那个那个金融就是金融专业挺好 他在那个纽约市那些大的投行里面 就是过去被招聘的人才挺多的 你说你要是学学那个 就是学不是这个专业的吧 不是类似于他那种强势专业的话 去那个学校也没有意义 那刚才人那些个家长就说 那些个 呃 学校 因为在三二三百年前啊 他就是 就是这些学校 啊 就是这些个 这些藤校为什么他有名呢 就是因为他古老嘛 啊 这个公立学校才是什么 一百年前才开始兴建的 比那些个私立学校要晚了 二三百年 先有的私立学校嘛 是吧 那时候也是在美国也是 都得是家境比较好的富裕的家庭 呃 才能够去上大学呢 你这个 你就不要看南方的那个 就是亚特兰大那个 艾莫里大学啊 那些都是就是私立学校 他是那些过去的 那边南方不都好多农场主吗 啊 奴隶主 那奴隶主家的就相当于中国的大地主家的那些个小姐少爷们 才就上的 才能上学呢 你普通的老百姓 呃 无论是工人呢 是吧 还是这个一般的居民你是上不起的 他的费用也相当高 呃 但是一百年前 人家这个美国这个公立学校就开始兴起了 现在其实是公立学校在走这个上坡路呢 私立学校在逐渐的走下坡路 因为这个私立学校毕竟他没有这个 就是政府没有费用啊 没有这个这个税啊 税收方面的费用的补充 你看这个我们纽约州有个理工 就纽约州立的理工大学啊 那时候是奥巴马搞的那个纳米技术 那个项目 一下子就给了他十来个亿吧 就搞这个项目工程 政府一下子拨款了 他也不需要去指望什么谁谁给他捐助啊 也不需要去找什么扩招生啊 是吧 你那哥伦比亚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没办法 是吧 他这个他这个资金不足的话 他就只能扩招了 扩招 你那扩招你招不上优秀的 那么多优秀的学生来 那就 而且你在美国本土 你要招我们本地居民的话 你不给助学金 人家是没有人去的 谁给你交那个 什么什么八九万美金去啊 没有人 你一般都是你要是招的话 再说大家也都很清楚 是我们要交八九万 当然更能去了 你国际生都能去 只要是我们跟他说 我不要助学金的话 那你都随便去上去啊 这个就是哥伦比亚呀 包括康奈尔也是一样的啊 只要你表态 就是他那个先就是先生 就那个那个 不是先生吗 一开始就是早生 早生的话 只要我们去跟他真的表态 说你那个 我不要我不要这个助学 我全额给你交 他们都是全额交的话 都是八九万美金的话 他肯定能录取你 但是美国本土的这个这个这个学生吧 就是大家都比较图实惠 都而且心里边也明白 就说你要没有拿不到这个助学金 奖学金的话 那你就等于 其实就等于是扩招生 你不是按正常录取的 人家那种就是你要符合他的那个录取要求啊 就是比较优秀的学生 你符合他录取要求的话 像你家庭收入如果不是那么很高的话 你多多少少起码说都能拿到 像本周的人起码都能拿到一半啊 就是说交四万就可以了 基本上四万甚至有的两万 因为本周的学生就像康奈尔大学 他是办公办私的 他呢他也是 康奈尔他朋友还不完全是私有的 他是办公办私的 他也有政府资助 这个部分 像他那块土地当时也是纽约州政府给他的 所以呢 他这个 他这个录取的时候呢 就是说 你 对我们本周的学生是有照顾的 一般情况下是 只要你符合他的要求 最少就是先给你 先给你一半的这个助学金的话 助学金 你要是达不到 当然你要达不到人家 你成绩比较差的话 还有其他的课外活动各方面吧 就是综合评估吧 而且康奈尔我觉得他 他也不是说 他比较注重学术 就是你的这个成绩 他也不是完全 完全重视的 他还挺注重你的课外活动 什么做义工啊 就是全面发展这方面的 因为我认识好几个咱们华人的孩子 他当时就是 就是家里边家长也不 不了解 尽管是移民的 他也不了解美国的这个录取 规则啊 他只是让他刻苦学习 ACT成绩都挺好的 但是呢 他不去做义工啊 也不参加像这种科外活动啊 人家康奈尔尔也不要他 尽管他 他那个分数都非常非常高 接近于满分了 也不要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现在 这个整个美国社会 对于老的常青藤 他这个 他这个 现在持否定态度 我觉得持否定态度 说呢 说他们 主要是依据吧 人家的依据还是 还是有道理的 就是首先要看这个 这个 你是不是被这些企业所认同的 你像可能哈佛大学的那些权贵们 孩子 他不需要去找工作 可是康奈尔 我觉得大部分还都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啊 你中产阶级的孩子 你将来当然是要找工作了 你家里没有 没有什么大公司大企业的话 你不找工作 那父母 花那么多钱 供你啊 你像起码也要四万 四万左右美金 四万左右四年下来的话 那也是二十来万美金呢 是吧 二十来 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 也是一笔 不小的财富了 你你这毕业出来 你要是你找不着工作 你这个就觉得摆上了 这个学摆上了啊 咱比较切合实际一点的想法 还是要找个找一个高手 还不仅仅是找个工作是 康奈尔大学 你要毕了一夜 找个工作是没问题 但目标不是说 要找一个这个 这个收入比较高的工作啊 能过得这个 收入高了之后 你才能买房买车啊 养家户口啊 就说这个 我觉得这些这个学校 这个 这个康奈尔还是 还是不错的啊 不能够一口否定他 但人这个 这些个美国家长们 我发现他们就是人家没有这个 非得什么名牌的概念啊 人家就讲究比较实惠主义 我觉得挺好 我就觉得来到美国之后吧 感觉到比较舒服的一方面呢 就是说 不像在中国 活得那么压抑 那么复杂啊 中国就比如说 你看你在中国的时候 你要出个门 尤其是参加个聚会什么的 你要什么得穿的 比较体面一些啊 那时候还得讲究什么 穿个名牌 拧个名牌包什么的 其实你说那个名牌包 他真的 他真的 好到哪去吗 我想大部分都是一种心理效应 花那么多钱 上千去买买衣服 买一件衣服 一千一两千去买个包去 哎呀就是 我就觉得咱们中国人挺傻的 我那时候也是挺傻的啊 也是什么 买个车 也想追求个名牌吧 什么那中国那个那个奔驰宝马这种名牌车 那太贵了是吧 那时候都五六十万什么上百万的 还羡慕人家吧 哎呀哪个大老板 我就觉得他们也是 这个大老板们就是可以开个什么 什么七系的宝马 我记得啊 什么什么样的奔驰 什么这那的 也去炫耀去 你看人家那个谁 人家那个说那个巴菲特啊 巴菲特人家也不住豪宅 也不去也不开名车 人家几十年人家就住在自己那个原来三万多美金买的一个房子 因为早期买特别便宜嘛 他也没有换房子 一直住着 这个发现这个犹太裔的人 现在好多人都不喜欢犹太裔的人 但是犹太人身上其实他有很多闪光点啊 他当然也有缺点 他的闪光点就是人家 人家不那个什么就是不浪费 你不是那个说上海那个有一个女的早期有一个 嫁给一个犹太人搞房地产开发叫留什么叫什么灵 那个挺有名的上海滩那个早期开发的那个犹太人 人家反而就说什么什么喝牛奶什么的 喝不了也什么第二顿还要接着喝 就是不浪费吧 他们 他们你看但是人家捐款 捐款捐的挺多的 就是自己生活上不是说非追求多么多么奢华 追求名牌 你说人家巴菲特想买啥样的豪车 豪房不行啊 都买不到啊 人家就多少年 人家一辈子几乎上都是都住在他那个三万五买的那个房子 普通的房子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 说开车也是开个三四万的车 也不是什么豪车 哎 我觉得人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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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啊 就观念比较超凡脱俗的 不受世俗的所类啊 我们大部分人还都是这个名牌其实就是一种世俗的观念啊 被按基督教的说法 就是说你的这个思想被人家给左右给绑架了啊 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主张了 才去追求什么名校啊 什么名牌啊 这个 因为这是美国家长 我就觉得他们在这方面挺超妥的啊 从来就没有非得 就觉得哪个学校适合我啊 比较好的学校能学到知识 然后呢我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行了 甚至人家对于说非得找什么高薪工作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像咱们那么痴迷 我还是那种思想就觉得 希望他能去那种什么五百强大公司啊 是吧 收入能收入个将来 一开始可能收入个十万 十来万 以后发展之后能收入个二十来万 是吧 这样子的话 就比如说可以养家糊口 可以 花钱不太受拘束啊 还是有这种思想的 但我觉得人家 刚才聊的那些家长 人就 人就那个 没有什么 人就说将来喜欢干什么 就干什么 喜欢去哪工作就去哪工作 喜欢比如说有的就喜欢当老师啊 反正就在这儿 在这学校里当个老师吧 老师收入不高啊 七八万块 但是消费低啊 是吧 也这个 也这个就是够 反正也够花了呀 我们这儿反正房子 你看二十万就能买个挺 还可以的 是吧 你 所以说有时候我想想啊 这个 这个就业 是吧 刚才说这个学校 就是择校的这个观念 人家就讲究 喜欢哪个学校 就去哪个学校 不讲究什么品牌什么的啊 适合自己的 就是他专业 比如说你要真的 你要是学这个 你要想学师范呢 人家就去找一个 这个 像我们这个 比如州立大学是吧 州立大学这个 他有那个 就是师范类 上次我那视频里不是介绍的吗 我安他那个分校 他就是师范 他就像过去的师范学校啊 州立大学的师范学校 相当于什么 河南师大 河北师大呀 什么浙江师大呀 这种 人就去那儿去 因为他们的家长 可能在我们这边 好多都是当老师的 那孩子有的 还是喜欢当老师呢 人也没有想着 非得去上一个 上一个什么 名牌大学去啊 飞上什么 哥伦比亚呀 飞上什么 康奈尔啊 我就觉得 他们活的 我真的活的很自然 很轻松啊 不像我们那个忧虑特别多 改不了 你像我都来美国这么多年了 其实这些世俗的观念 还没有彻底的摆脱呢 只是摆脱了一部分吧 是吧 没有彻底的摆脱呢 按说他们就是择孝啊 择孝人家就是这个 不讲究名牌 而且讲究这个实惠 人家已经认识到了 现在这个就是各个州吧 他都投资很多 搞这个投资很多钱 搞这个各种专业的 这种州立大学 这个教学教学这个效果吧 也挺好的 你就像我不是说 我们这附近那个 宾哈姆德 就是纽约州立的宾哈姆德 还评为公立长青藤的 第一名了吗 还有一个我们这儿的是 就是那个 理工科的大学 其实他那个毕业的学生 在500强企业里边 也有也被聘用的人数 也挺多的 这都不是说什么 好多人就是刚评了这个 宾哈姆德 是公立长青藤 好多人不都说 都不知道这个学校 挺默默无闻的 但是他的潜在 可能人家肯定是有 有实力的 只是知名度不是那么特别高 因为他建校 你想建校才1945年 在纽约州 这公立学校建的还算是比较早的 比那个南方什么德州什么的 建的都比较早 又有四五年 那现在猜多少 还不到100年的历史 跟那些哈佛什么的 那些学校 他们都建校400年了 跟他建校 其实所谓的名校 我就觉得是建校时间比较长 你那时候 你倒退个三四百年 200年之前 你要想上学 就那些学校 基本上就是那些个 那些个藤校 那几所你说原来说什么啊 那个宋子文宋美龄 他们都是什么名校毕业的 都素质非常高啊 说他们可能都学习特别好 其实 不然那时候 只要你到美国来上学的 他没有这些公立学校 就是那些学校 我跟你说 一个也是有限的 那么可能我估计 有一百所什么的哈 那些学校现在都是都是名校 所以说那时候你就进学校 谁可能普通的 只要你想上学 那会私立学校 也没有那么激烈的竞争 现在还申请 不录取你了 因为申请的人多了嘛 那时候人还少 那时候没钱的人也上不去学 他们也不上学 你只要你上学 就是这些名校 所以说 这个名校 它就是因为古老而成的 它不一定代表 它现在的这个教学质量 培养的人才 就真正的就是 比后起之秀啊 说他现在评选出来 福布斯评选出来的 这个这些新的 新一代的这个长青藤啊 包括公立长青藤 和这个私立长青藤 评选出来的这些呢 并不代表着就 就比他们的 现在比他们真正的强 这个还有这个就是说 我说这个择业观念啊 一个是我们今天刚才聊的是 这个美国家长的人 人家这个这个择校观念啊 就比较实惠一些 另外一个这个 包括就业也是一样 人家不是说非得求着 非得什么什么 像我们似的 还是就是非要去找个 什么去谷歌吧 去什么苹果吧 大公司啊 去什么 什么亚马逊吧 还都觉得 当然这些公司 它收入比较高嘛 是吧 挣钱多嘛 所以咱们中国人还是 可能是过去穷 穷怕了 是吧 所以说 看什么都都想着 找这个收入高的 其实这个吧 真的也没必要 你就 你就说这些工作 它是收入高 其实我有时候想一想啊 我儿子 要不要去 这些 这些个大公司去工作 原来是很希望的啊 能去大公司 挣高兴趣 现在我看了看啊 我想了想 我觉得不去也好 那个大公司多累啊 你看这个 这个谁 这个马斯克 这个特斯拉 现在裁员20% 你这 你在那 你要是 够不上特别的 不仅仅是得 特优秀 而且还得是 你还是得特别勤劳 你看他就说 马斯克裁员 就说嘛 如果你不能够 什么就是 辛勤的工作啊 不能够 这个 非常 卖力气的工作啊 你不能够这个 这个 就是满足 他们的需要的话 他就给你踩下来了 他每个 每个那个部门 都会拉出来 这个就是说 相对来说 表现的好的 那种 刻苦努力的 自身素质也高的 可能留下 那些个 平平的 这就给你淘汰了 马斯克其实有点像中国人 他在那个工作方面 特别的 特别的那个 就是工作狂吧 你看他那个 把房子也卖了 弄一小那个 就是那个 小小house 就那个小折叠屋啊 就跑的 弄的 奥斯汀 他那个超级工厂的 里边去 他就在那住着 然后这儿跑 那儿跑的 他也是这种 他就是那种 非常勤奋的人 他勤奋 自然他的员工 也要勤奋了 不勤奋 他也看不上了 是吧 再说了 这些大企业 你逼的 他也得勤奋 你要是稍微 你看对他们 这股民们 对他们的要求 有点太高了 他不就是什么 销售额 比原来下降了点吗 那当然了 过去就他一个 这个电动车厂 几乎就他自己 能生产电动车 你现在人家那些个 什么比亚迪啊 小米啊 什么的 好多车企 都生产电动车 自然他的销量 就下降了吧 但是 但是销量下降了 他的股价 就就就 没人买他股票 就就那个什么 他的股价就降了 他也不敢松懈 他稍微松懈的话 还有可能 他有可能 他资产缩水啊 是吧 还有可能会倒闭呢 所以逼的 他也得 这些大公司 都是也是被 被这个市场 被股民 逼的啊 逼的 裁员 裁员 你看各个大公司 现在都裁员 好多那个 我看 好多博主挺优秀的小伙子们 都说被裁员了 哎呀 我都觉得 像我们这些孩子们 在美国长大的孩子 可不如那些 在中国 就是要说竞争起来 勤劳方面 还真的不如那个 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他是勤劳 他是 他是特别勤劳 属于那种 我觉得 这个是属于 勤劳中的 勤劳中的模范吧 有点 我觉得有点这个 就是 怎么说呀 有点反人性了都 你看那个加班 是吧 加班加点的 但现在我发现 中国的这个年轻人 他们也 也不像我们这代人 那么勤劳 因为我们这代人 包括上一代人 那是太穷了 逼的 就是那个环境 逼的就 你必须得勤劳 这美国孩子从小 你想这个 这个这个条件 都那么优越 是吧 你失业了之后 反正都有 失业保障金呢 无非就是生活好点 生活不好点的问题了 他们 他没有 就是都都都没有那种 没有那个勤劳的动力吧 那我觉得其实 有时候想想 就就就 比如说就找个普通的工作 普通的工作 就是在我们这边来说 不就是 这个当个老师 或者当个政府的 小公务员是吧 我觉得当个小 小公务员也挺好 当个公务员 因为他那个 收入虽然也不高 可是他轻松啊 是吧 他轻易的不裁员 也是挺稳定的 而且社会 你别看他收入低 收入低 你消费也低 另外一个呢 他的那个社会福利非常好啊 他们说一个 就是一个月 就是这个保险 只交八十块 什么都有了啊 就是那个 包括牙齿啊 什么的 这些医疗保健方面 就都有了 而且关键是 他们的退休金很高 只要你要干够 什么三十年的话 那个退休金啊 就这个 这个公务员的退休金 他们可是这些公司的 比公司的 那些个大公司的退休金 因为他有那个 401K 他公司会给你 会给你一个第二退休金 人家那个政府的公务员 也是一比一的 所以你要存一块 那个 那个 就是政府 他那个工作的政府 也给你存一块 他那个401K 那个退休金也相当多的呢 所以说很多公务员退休之后都是 可能有七八千的 然后我们家 我们家那个邻居 他是 他就是邮局的啊 邮局的那么一个 就是邮局 邮所的那么个小领导吧 是吧 也就是 也就是个 这个也算公务员 就是联邦 就是那叫什么 叫联邦快递 反正就是政府的那个邮局 人家现在退休了 我看他钱花不完 整天买了一个 买了个房车什么 没过一个年 又换个大房车 十万块的一个大房车 然后整天这儿玩 开着他那个房车 这儿玩去 那儿玩去 我就觉得人家这个人 我跟你说 什么名校也不是 他甚至他就是一个 他连那个正规的本科都不是 他就是一个社区大学啊 两年制了社区大学毕业的 就那个 这不是啊 上班的时候 人家那个 人家这个生活水准 也挺高的呀 起码说不像 你在那个大公司里边 你要真去了那个谷歌呀 或者马斯克那种特斯拉呀 真能累死你啊 整天加班加班的 你说你不累吗 除了加班之外 关键是他还 他还那个 他那个搞那个科技 什么研发呀 什么的 搞技术的话 累的呢 那个废脑子 可不如那个 我去看他那时候上班的时候就在邮局里 那有什么事啊 那不就是处理处理正常的业务吗 他还 他那个所里他管着个几个人 因为他资格比较老了嘛 管着几个年轻人 就在我们那个 这个城市的那个 叫联邦快递吧 可能 就是 那个 我看他过的 就是人家每天上班 就是去啊 按点去 按点回 一点都不需要加班 正常的休息 而且 他还那个 就说工作上 就是不用费脑子 不用这么操心 不用费力气啊 这个退休之后 你看他退休级又那么高 我都觉得他的幸福 指数 不能说他 他挣钱可能没有那些大公司多 但是他的幸福指数 我觉得还是 比那些大公司工作的人挺高的 所以说我有时候 想想 没必要啊 就是真的 这个这个没必要说去 费那份心 找那份集 去非得什么 考名校啊 还是得去找什么 这些500强大公司啊 甚至有的 有的不是说非要去什么 去那个大银行里啊 那个大投行 当基金经理什么的 那个挣钱更多 真的没必要 其实美国这个 我看了很多 就我周围生活的人 大部分都是 这种 普通的工薪阶层啊 收入很普通的 嗯 那过的幸福 幸福指数 其实比这个 这个钱的那个多少 可能更重要吧 那有时候得跟人家 这个美国家长去 学习学习 他们这种非常 任其自然的啊 生活很随意 人家每天过得很开心啊 不用去操心 这个那个的担心啊 你看咱中国家长 孩子要是 升个大学什么的 哎呀 你看这个 就把自己 别说孩子搞得紧张 自己都搞得紧张啊 中国那个家长 就好像我看过那些同学们 有的考大学 都要不他 他什么都不干了 他就整天 什么我得给他做饭了 怎么的 出去干点事去吧 也什么耽误了 怎么着的 就一切都是 就是搞得有点 就是有点草木结冰了都 我们在这儿倒没有 不至于那样 但中国家长也是挺紧张的 就是怎么着 想办法 总想进名校吧 有时候想想 真的 进了名校 你说你要是进了那大公司 整天要是担心被裁员 这精神上不愉快啊 是吧 你被裁员 你说谁高兴啊 面子上 孩子肯定觉得面子上也过不去 再加上 就算不被裁员 在那里边工作累 我觉得太累了 你说实在的 他给你二十万 我看你要说 还不如挣了个七八万块 轻松点 那么舒服呢 哎呀 行 今天聊的也挺多了 我要回去了 拜拜